都遮住了 比脸还大的 哈啰大家好 我是Angel 我是一个住在新加坡的台湾女生 今天Angel要跟大家分享圣桃杀的宁夏夜市 那这支影片不是业配喔 是因为Angel真的被后面的故事感动了 所以呢 决定要做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这里的宁夏夜市呢 有两区 这边是第一区 然后另外一边是第二区 两区的东西都卖的不一样喔 那我们先去第一区看看 Let's go 有没有看到 这是米其林的 祖传秘方的 芋花间耶 太好喝了 真师傅 这牛肉真的好好吃喔 你是怎么煮的 它的汤头 我们要用牛骨的高汤 那个面条 我们是采用澳洲黄金小麦它去做的 它是不加煎 我们牛肉要用耐炖煮的牛肉 牛肋条 或是煎子肉 才会软嫩又入味 谢谢师傅 哇 你们有学到 你们有学到 我赶快把它学起来 自己回去煮 我负责吃就好了 你们帮我煮 哈啰 大家好 英雄今天很荣幸呢 能遇到这边的理事长 林先生 是 我是台北宁夏夜市 阿国啦 为什么你有想说把这一个 这个概念带来新加坡 是 因为台湾是个小岛啦 台湾的好要让世界看到 那台湾最孕育最深厚的文化 其实是饮食文化 所以这次我带来了台湾 从南到北的特色小吃 总共有40摊哦 都是精选的 包括我们很多名人造访的店哦 日本孤独美食家 最喜爱的古早味豆花 还有威尔史密斯 最喜欢吃的麻油鸡 还有几项美食 你说 Will Smith 没错 Will Smith有来过我们台湾 然后有吃过那一摊的东西 他到台湾哦 是由我们那个名导演 李安导演 带着Will Smith去逛宁夏夜市哦 他特别喜欢台北的宁夏夜市 你们把整个台湾的团队都被 带来新加坡 就等于说你们在新加坡过年了哦 应该就是 因为宁夏夜市有183、20几个店家 我这次带来40家 都是二代 他们的爸爸妈妈 甚至爷爷 留在宁夏夜市守着大本营 这些年轻人很勇敢 然后也学了爸爸妈妈传承的记忆 到圣陶沙来 等于是从无中生有 他从一个空地来经营成一个夜市 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又可以做出那个原汁原味哦 真的好棒哦 我今天就喝到这个啊黑糖 珍珠鲜奶 刚林理事有跟我们讲说 是 这个他们炒了一整个早上 做一杯珍珠鲜奶哦 需要两个小时 珍珠就要一个小时了 然后要炒糖一个小时 然后再蜜炼一个小时 就要两个小时 但是做出一杯 让你觉得非常好喝的 一个珍珠鲜奶 那我们这次特别哦 扛了黑糖 扛了珍珠 然后搭了飞机到新加坡 或圣桃鲜奶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圣桃鲜的好朋友 吃到台湾道地的原汁原味 我们常讲 食材台湾来 师傅更是台湾来 在这里做出台湾的原汁原味 来服务圣桃鲜奶的贵宾 我们每一道美食都值得一谈 你看 把Angela的脸都遮住了 比脸还大的 空炸大鱿鱼 非常的厚实哦 然后加上台湾特调的酱汁 跟一些咸酥粉 让你吃完了 云子回味 会想着台湾哦 里面的餐点非常多 如果不嫌弃 我们里面有 宜蘭的千层饼 然后火焰骰子牛 还有冠军的牛肉面哦 连续几年在台湾得到冠军牛肉面 听说刚刚Angela你有试过哦 很热很烫很好吃 还有台湾人说 臭豆腐臭豆腐 很多人都想挑战的臭豆腐 也搬来圣桃沙了哦 它搭配了荆棘柠檬 这个荆棘柠檬跟 那个臭豆腐是绝配哦 一定要来尝尝 还有 到台湾一定会吃的 我们的庶民美食 叫卤肉饭哦 这个卤肉饭从南到北有不一样的作法 我们特别带来 宁夏路做了55年的卤肉饭哦 让你来试试看 范太太卤肉饭啦 还有连续两年 宁夏夜市有四项米其林啦 其中有一项叫做蚝仔煎 我们家的蚝仔煎煎的不一样 它把外皮煎的酥脆 内馅弹牙 然后牡蠣克克饱满 加上它三代主团的蜜汁哦 这些蜜汁只有他们家会 它又做了蚝仔米酸 这两样哦 不管你想要吃干的 想要吃蚝仔米酸 都可以吃到很新鲜的蚝仔味哦 还有名人的店哦 菜小虎香肠 大肠包小肠 它是台湾的金曲歌王 来这里除了可以吃到美食 偶尔还会踢到它优美的歌声哦 喜欢Angel的也要喜欢林夏夜市哦 欢迎你们来圣桃沙 来享受台湾的美食 那这里是圣桃沙 那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来的话 Angel会留言在底下 让你们知道 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进来这边 赶快来哦这到2月9号就没有咯 那错过的话就要等到明年咯 对 我们这次很开心主办单位的邀请 所以我们请全力把台湾的最好 在林夏夜市得奖的都带过来的哦 欢迎好朋友一定要来分享 你已经省掉去台湾的机票钱了 你省很多钱了 你可以这里吃好多遍了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哦 那最后呢 可不可以请林理事跟我们大家 还有Angel TV的所有的朋友们 跟我们拍个年 祝Angela好朋友 有看到的这些好朋友们 恭喜发财天天年轻 应该说永远年轻 天天探眼金哦 谢谢 哇 Angel吃好饱哦 那今天的圣陶山宁夏夜市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那记得帮Angel按一个赞订阅分享 然后呢不要忘记开小铃铛 这样所有Angel新的影片 你们都不会错过了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好吃的东西哦 他自己会宣传 你哪里煮你的麵 这位正式户大有来头了 这是央视特别报导 两岸十大民主之一 在台湾是牛肉面协会的理事长 牛肉面协会的理事长 不好意思我会不会讲太多了 他现在很红 他很红 现在很红 哦 刚上报而已 刚上报 很多人才来跟他抢的拍照 谢谢 谢谢